大型系列公益节目 和谐拯救危机 七大主题特别关注 和谐的大根大本是什么 过人的风暴 认识和谐的真谛 共创天下的太平 和谐拯救危机 要相应 我们这个心里面发出去的思想的波 念念都是善念的 念念都是与经教相应的 这个波好啊 这个波跟佛菩萨的波相接近 纵然不是频率完全相同 但是频率非常接近 这是我们佛家讲的 保佑加持 道理在此地 你不懂 你认为那是迷信的 你要懂得 它是思想波的频率相应 确确实实能帮得上 念佛有什么好处 好处在此地 这不是迷信 真有科学的理论与基础在里头啊 生下来之后就更重要 你要让他看到的 听到的 接触到的 全是正面的 全是美好的 所以要吵架 别的地方吵架 可不要让孩子看到 不要让他听到 这叫真正爱护婴儿 我们再来入则孝背一遍哦 入则孝 父母孤 应入缓 事虽小 不善为 物虽小 物思藏 狗思藏 亲心伤 父母命 行物栏 父母教 须敬听 父母则 须尚 这个小孩大概有五岁六岁左右 心量很大 要让全国人民吃不下饭 一定要恶心他们 两顿饭都吃不下去 对这样一个心量很大的 这么一个孩子 如果他父母在您面前 您准备对他们说什么呢 过人有过人的福报 因为小孩有这么大的心量 如果他是善的 是善意的 对众生有利益的 他会增长他的福报 也会延长他的寿命 他为人民服务 如果他造的是我的 那众生也没有福报 就要接受他的伤害 众生有福 他没有那么大的福报 他的寿命就会缩短 恐怕还到不了那个时候 他已经就被上天请回去了 这个心会影响他的寿命 会 起心动念 言语造作 这个会影响他的寿命 影响他的福报 这是一定的道理 您知道现在整个的世界 都是这样的 是一个商业世界 一切都喜欢 新奇特 如果小孩说话像小孩 那就卖不出钱去了 一定要斜 那个没有关系了 你就晓得上天成 拜拜 拜拜 嗯 嗯